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位传奇人物 此人应该是目前所有预言家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 有人说他是邪教的教主 有人说他是妖僧 公元1986年4月26日的夜晚 正当大家逐渐进入梦乡时 凌晨1点23分 车诺比核电站的4号反应炉 忽然发生了连环性的大爆炸 随着一次次的爆炸超过50吨的核燃料化作烟尘进入了大气层 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向周围扩散 第一时间冲入核电厂的消防人员几乎全数阵亡 因为他们不知道当时那里充满了高浓度的辐射剂量 而根据专家的说法 这次核灾难所释放的辐射剂量是广岛原子弹的400倍以上 虽然当时已经撤离了30万居民 但是仍有至少20万人在往后的时间里 陆陆续续死于核辐导致的癌症疾病 就在大家沉浸在灾难带来的悲痛时 有人发现早在核灾难发生的70多年前 就有人预测过 俄罗斯将会发生一起毁灭性的世纪灾难 此人说到 世界个体很快会搭建起一座座高塔 它们是死亡的城堡 其中有几座将会坍塌 里面的恶魔会使伤口腐烂 甚至污染大地和天空 使我们的土壤荒废 人们认为 这其中所提到的高塔就是指核电厂 恶魔指的就是里面的核辐射 那么究竟是谁可以如此精准地预知车诺比的核灾难呢 公元1869年1月22日 俄罗斯萨拉托夫省一处偏僻的农宅里 刚刚诞生了一位小男婴 名叫格里格里拉斯普丁 由于男婴家中的经济条件并不是那么的宽裕 所以说 一直无法让他接受到正常的教育 直到1897年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拉斯普丁接触到了当地一所修道院 在修道士的教导下 他终于学会了读书写字 甚至还可以自行研读宗教经典 然后有一天 他忽然顿悟了 他开始相信自己是被神选中的步道者 并到处宣扬自己的理念 甚至开始告诉他的女性支持者 唯有和他发生关系 才可以驱逐自己身上的厄运 发呈这样的行为为最圣洁的无情仪式 于是每周末夜晚 他都会举行这种奇怪的仪式 而参加的人员也全是女性 甚至他们之中大多数都得到了丈夫的支持 这些人之所以会如此信任他 是因为拉斯普丁竟然可以不使用药物 就能够把一些不治之症的患者成功治愈 因此时间一长 拉斯普丁的名声也越传越远 甚至传到了当时俄国沙皇夫妇的耳里 西元1905年 俄罗斯沙皇所居住的东宫 忽然涌入了大批的医生 原来 尼古拉二世唯一的继承人阿列克谢 忽然传出了病危的消息 这可是沙皇夫妇结婚九年来 好不容易才叛到的皇子 但是却在他出生不久之后 患上了血有病 而血有病患者的体内缺乏凝血物质 因此稍有不慎就会流血不止 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失去生命 几个医生经过讨论以后 向沙皇夫妇报告 目前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皇后听后忍不住放声大哭 就在此时 一位闻讯赶来的皇室亲信 提出了一个建议 她说最近听闻有一位奇人 他可以凭借着祷告 就可以使人不要而愈 听完亲信的建议 沙皇夫妇决定试一试 并立刻派人寻找这位奇人 根据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日记 她与皇后第一次见到拉斯普丁 是在1905年的11月1日 当时皇子的状况非常的紧急 身边围绕着很多的医生护士 都在想办法失血 只见拉斯普丁走到皇子身边 口中不断念念有词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 仪式完成 而奇怪的是就在这场仪式完成以后 医生也同时宣布了小皇子的出血终于止住了 而且往后几次发病 只要是拉斯普丁在场 小皇子的病情总能得到很快的控制 于是沙皇夫妇便赐予了拉斯普丁顾问的身份 难道这位神秘的拉斯普丁身上真的存在着无法解释的谜团吗 接下来在他身上又发生了一件更为神秘的事情 因为拉斯普丁治好了皇子 所以说沙皇赐予了他顾问的身份 并允许他可以随时出入皇宫 就这样 皇子在众人的呵护下逐渐平安长大 直到1912年的夏天 太子在狩猎过程中不幸撞到了大腿和腹部 并导致大量出血情况 几个小时过去 太子的情况不容乐观 心急如焚的皇后给拉斯普丁发了一封电报 希望他能够尽快赶过来 一段时间过去 皇后终于收到了回信 拉斯普丁表示 尊敬的皇后陛下 上帝已经看到了你的眼泪 听到了你的祷告 不要伤心 现在只要不再让医生打扰皇子 他就不会死去 当时收到回信的皇后非常犹豫 在沙皇讨论之后 他两人决定撤走皇子身边的医生 然后隔天皇子就传出了 邪疑止住的消息 这件事情直到今天 依然是拉斯普丁身上 最无法解释的谜团 因为根据沙皇的日记 以及皇家记录 当时皇后真的将整个医疗团队 全数撤离了 在大出血的情况下 这样的决定简直可以说是 愚蠢至极 但是皇子却奇迹般的康复了 然而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罗伯特马西也曾在了解 这件事情之后说的 他认为皇子之所以能够渡过难关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因为沙皇一家 对拉斯普丁的信任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 在最关键的时候 这股信念不但稳住了皇子的心情 一旦情绪稳定 就能够减缓出血的速度 皇子才能康复 而另一个原因便是 拉斯普丁真的具有神奇的能力 在经历了上次事件之后 拉斯普丁本人更是凭借着沙皇夫妇的信赖 开始过着目中无人的奢侈迷乱的生活 甚至还获得了妖僧的称号 而这样的行为在沙皇亲自带兵参加一战之后 更是达到了高峰 由于沙皇亲自带兵出征 国家政权落入到了皇后的手中 那皇后又是个没有主见的人 再加上对拉斯普丁的信任 所以说只要是他认可的 皇后就会全部同意 根据记录 1914年至1916年期间 俄罗斯的大臣会议主席就换了四个 陆军大臣也是连着换了好几个 眼看再这么下去 俄罗斯的命运将会岌岌可危 于是终于有人提议要刺杀拉斯普丁 但巧的是 就在此时沙皇也接到了一封来自拉斯普丁的电报 电报上说道 尊敬的沙皇 我将在明年也就是1917年以前 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我是被农民刺杀 那么你皇后大可放心 您的子孙可以继续统治这片土地 长达百年之久 但是如果我被贵族谋杀 那么您和您的孩子将会在两年内失去性命 当时沙皇收到这封电报也是非常的震惊 根据尤苏伯夫伯爵的回忆录 西元1916年12月28日 按捺不住的贵族们终于对拉斯普丁下手了 他们事先邀请了拉斯普丁到伯苏夫公吃饭 并准备在晚宴中毒死这位妖僧 当拉斯普丁应邀赶到宴会以后 一旁的仆人先告诉他伯爵还在忙 请他先享用桌上的蛋糕与美酒 拉斯普丁听完之后 不假思索地开始服用桌上的点心 其实他浑然不知 这蛋糕与美酒中早就被掺入了大量的毒物 而伯爵等人则在一旁的小房间中静观其变 而奇怪的是 半个小时过去了 拉斯普丁却没有任何中毒的反应 他甚至还在询问仆人 伯爵夫人何时才能出现 眼看这么下去 拉斯普丁肯定就会走人 于是伯爵下令立刻实施第二个计划 他们要枪击这位妖僧 只见枪手冲入房间 立刻将拉斯普丁连续开了好几枪 其中一枪直接命中了他的头部 随即妖僧应声倒地 但是诡异的是 就在众人以为计划终于成功 妖僧竟然从地上爬了起来 并且试图逃离现场 众人立刻蜂蜂而上 用绳子将他捆绑之后 丢入了小面瓦盒 直到几天后 1917年的1月1号 有人发现了妖僧的遗体 当法医进行验尸的时候 竟然发现妖僧的背部 存在大量积水 这表明他被扔入河中时 仍然是有呼吸的 但奇怪的是 妖僧当时明明头部已经中枪 怎么可能还有呼吸呢 难不成他当时真的还活着吗 诡异的是 就在妖僧死后 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 而沙皇也被迫退位 随后沙皇一家就被软禁了起来 并于1918年7月16日 遭到了灭门 而这个日期正是妖僧当年提到的 如果我死于贵族之手 那么沙皇一家将在两年内 失去性命的时间 时至今日也有网友认为 妖僧所谓的不死之身 纯粹是网络上的谣言 毕竟俄国从未公开事件报告 仅凭伯爵的回忆录称其有不死之身 确实没有公信力 而拉斯普丁所谓的医治百病 也可能是操纵人性的一种结果 毕竟当时人们对妖僧的崇拜 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那么大家又是怎么想的呢 你认为此人到底是名骗子 还是真的具有特殊的能力呢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